KO是拳击比赛既原始又刺激的结束方式 有的人喜欢看高手对决的技术 有的人喜欢看血腥KO的快感 拳王泰森之所以被更多人喜欢 除了友谊说一的性格 搀扶对手的伍德 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名首回合KO大师 在泰森的字典里没有点数获胜 1985年进入职业拳坛 泰森总共打过58场职业比赛 其中44次KO对手 不到一回合的KO占到24场 想和泰森打满12个回合 基本少之又少 只有3场 相比同时期的刘益斯 32次KO 首回合KO只有5场 霍里菲尔德29次KO 首回合KO相对更少 只有2场 在如今很多拳手靠点数稳胜的时代 却让全民怀念泰森时期只有KO的年代 今天的影片大师也带大家看一场 泰森职业生涯最快的KO 仅仅用了30秒就KO了嚣张的全二代 先介绍一下对手 马维斯·弗雷泽 80年代著名重量级拳击手 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乔弗雷泽 曾经和阿里·弗尔曼并称三巨头 紫城副业的小弗雷泽的战绩是十九战二副 并非菜鸟 从小接受着最科学最系统的拳击训练 自然看不起泰森这样的草根拳王 在比赛前就放言 泰森不过是一个四肢发达的肌肉男 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小屁孩而已 自己可以轻松击败泰森 这时的小弗雷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却没想到这场比赛彻底被泰森粉碎了拳击梦想 像马vis的父亲 周 马vis must move 或我们将来脱出的快速 浓尔曼 马vis是封 卓尔是封 周 Cortez 马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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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的比赛时间 最郁闷的莫过于现场观众 买着最贵的门票 看着最短的比赛 好了 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 看更多泰森动态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